我是金子 一个到哪都能吃光的男人 在我不长的人生中 这是第二次以游客的身份来到成都 上一次呢 是两年前 把尼泊尔继承了宁波 啊 不是去宁波吗 误打误创来了个双流机场半日游 这次呢 准备从头开始调整心态 好好体会一把天府之国的各种小吃 当然 这趟旅程完全随缘 咱们碰见什么就吃点什么吧 一早起来 选择了离住处最近的一家面馆 来吃一碗怪味面 从师傅的手法中 并没有看出有什么独特的地方 同样是曲面煮面配料兑汤 这菜单上的怪味究竟会出自何处呢 况且除了酸甜苦辣咸鲜香 还能怪到哪去呢 带着这个问题 我仔细端详了一下 眼前这碗浸在红油里的面 葱花 笋根 芝麻碎 花生碎 再带点香菇 不对 这香菇形状有点问题啊 原来是腌制过的海粒子 我说怎么有股微微的海味呢 这下不安了 怪味里面怪的根源来自于这些小牡蛎 单吃它的话 兴趣还能吃出点腥味来 但是埋在这红油汤底里面 只能是给酸甜麻辣多增加了一个层次 像海浪一样 一阵一阵地刺激着我们的味蕾 在成都 如果不大能接受这种猎奇面类的话 建议点一碗经典的塑胶杂酱面 这个是在哪家面馆都不会踩雷的 吃完了去转转 这一天去博物馆的时候运气不太好 青铜器馆里面还在装修 唯一的亮点就是这些神似吊歌的小人们在演奏音乐 看来这张脸在千百年前也是娱乐圈的一个大IP 真是冥冥之中自有天意 不服不行 来成都的人呢 一般都会来这条著名的宽窄巷子打卡 虽说是个景点 实际上周围也是普普通通的居民住宅 呦 这老年大学门口是有个怪物吗 宽窄巷子呢 实际上主要是一条宽巷子 一条窄巷子 来之前得研究路线 不然容易像我这样 走到旁边的景巷子里 那还得穿越拥挤的小道 才能再回普路上来 这两条巷子实际上和北京的南罗步行街什么的很类似啊 都是各种当地小吃 网红小店 以及文创产品的集合地 来之前大家都说不能错过 真去了吧 又没有什么能够让人铭记的回忆 你看这酥肉 尽管是个半成品 但这卖馅儿让我对它的完全体并没有任何期待 旁边这个大哥呢 传的这个波斯糖挺费劲 但都过了五分钟啊 始终也没有见人想买来尝尝 还有什么五香兔头 麻辣兔头 看看卖酱 再看看价格 还是让他们默默地在橱窗里 继续等待有缘人吧 所以接下来我也不再期待着 能在巷子里吃了什么美味佳肴了 换个角度去体验这条巷子 还是有不少有意思的地方的 比如这种小吃 名叫三大炮 光天明子绝对想象不到 它是这么个小糯米球 这捏完了糯米球 要往下摔 而且摔的这几下啊 要摔出炮弹一样的声音 这就是三大炮 里面是糯米 外面要裹上黄豆粉 跟北京的驴打滚 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有说这驴打滚 外面的一层黄豆面 就像北京郊外的野驴 在土地里打滚一样 要按照这么类比一下的话 三大炮的北京名字 应该叫驴跳楼 除了小吃以外 巷子里的一些体验活动 也是相当信任 这边呢 有童人 让咱过两分钟 当大哥的一样 就这么有钱 就这么人心 那边呢 有泥塑师傅 可以照着咱的面容 给做一个专属的泥人 不过我怎么都觉得 师傅是照着自己捏的 跟对面坐着谁 并没有太大关系 据说宽窄巷子附近 有一条魁星楼街 是蛮好吃的 我们就顺路过来看看 正感上有点饿 又有点渴 那么什么食物 既能当小吃 又能当饮料呢 冰粉绝对是最佳选择 这家眷属冰舍 确实依然我对冰粉 那种简约清爽的印象 直接给我整了一份 超级豪华的爱马仕冰粉 丝巴团子火龙果 山楂玫瑰菩萨根 鼠勒鼠至少有12种料在里面 我们美食UP 不是最喜欢用层次这个词 来形容吃到的东西吗 显得倍儿有内涵似的 那么这一口下去 层次有多丰富 就不用我多说了 冰粉里面有这种小气泡 说明是手搓制作的流派 口感非常的柔和 然后瓷巴和小园子的存在呢 又让牙齿有了点发挥的空间 脆 黏 软 滑 水果 坚果 还有玫瑰花酱 这么一混合 喝了确实挺上头 难怪我感觉成都这边的奶茶店 没有别的地方开的那么多那么密 像这种小奶茶 在本地想要翻过冰粉 凉膏这种大山都得费点力气 要真能干出一番天地 那得是喜茶 摳摳这种全国遍地的了 在这起步实在是太难了 吃完冰粉 旁边有个挺精致的小店是卖铜锅烧的 小哥认真地坐着铜锅烧 可是为什么没啥人呢 因为都去川市铜锅烧那排队去了 这个小吃名叫蛋烘糕 面糊在这个小铜锅里面一转 小火烘一烘 出锅以后 夹着各种馅料就可以吃了 由于这个小锅呢 有那么点弧度 所以面糊烘出来以后 外面的一圈是脆而又薄 中间部分软软的还有点弹性 舀上一口 又酥又香 非常好吃 我在里面呢 加了个肉松下 想着能和蛋饼本来的甜味中和一下 喜欢吃甜一点的 也可以加香草啊 奶油澳料 喜欢带劲一点的 甚至可以加老刚 川市铜锅烧就是这么自由 后来呢 还吃了豆花 豆干卷肉末姜豆 我哥们吃了这叫调皮 还是叫勺皮来的 谁说的扫皮 你在吧啊 最后选择了接到另一头的糖油果子 作为本次逛吃行动的收尾 老板已经炸累了 所以只是给我们几串县城的拿着吃 并没有表现其娴熟的炸制记忆啊 糖油果子外面这层糖油看上去 像刚刷好的巧克力酱 咬一口 酥脆的能听响 而且里边的糯米 也不是那种死死的一坨啊 剖开以后 这果子里能看见分布均匀的气泡 有点像蛋糕的感觉 按理说 这时候我应该已经吃不下 但我实在是放不下这美味啊 愣是又接着吃了三串 话说这糖油系列的小吃 这些年我认识了好几个 糖油饼 糖油果子 糖油驼驼 糖油粑 因为糖和油脂都是人类本能喜好的物质 吃点这种香甜的零食 可以让我们散尽烦恼 心情愉悦 面部不由自主地紧锁 还可以让我们忘掉黏在嘴角的芝麻 吃了一下午小吃 而且绝大部分还都是四川本地的特色小吃 我真的是有点福气 以前总觉得北京小吃也挺多 还不喜欢别人说北京啊 是本地美食的荒谜 但今天走过了这一条街 我着实动摇了 无论是种类多样性 瘦重面 与时俱进性 还是背后的文化故事和想象空间 这里都赢的是彻彻底底啊 更何况还有什么双流老妈兔头 蹄花 肥肠粉啊 锅魁等一众有实力的选手还没有登场呢 哎呀 以后我要是富裕了 可以成立一个基金 专门扶持一下北京特色小吃的延续与创新 争取 几十年后可以和成都一较高下 哎 梦想还是要有的 要后机勃发 一点一点的去实现 比如关注我 然后为今天的视频点赞 投币一条龙 这就是第一步 祝大家都能实现梦想吧 感谢大家的收看 咱们下次再见 好 好 好 感谢观看